好 今天你們要不要高興 有暗頭跟總管貴賓 來到現場 我們給你支持同鼓勵 今天很開心 現場有許多的長官貴賓 你離現場 給予我們支持及鼓勵 三個月呢 君君每位統太家 都收到總管貴賓 接下來呢 君君要來為各位 介紹今天的與貴嘉賓 也請待會介紹到的長官貴賓 可以起身 來跟大家揮手之意 首先呢 我們以熱情的掌聲來歡迎 胡勇士哈比比主比 楊綠霞 楊主委來到現場 歡迎主委跟大家揮揮手 歡迎楊主委 感謝 感謝 緊接著呢 要來介紹今天決賽發表會的 評審委員版 首先以熱情的掌聲來 歡迎第一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服務 產業系副教授 林佳旭委員 歡迎林委員 謝謝 再來接下來要歡迎第二位 虎人大學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 學成主任兼副教授 林國棟委員 歡迎 繼續歡迎的是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工藝之家大地工作坊負責人 林傑宜委員 歡迎林委員 立立現場 繼續歡迎的是 Mr.卡廷服裝工作室總監黃智陽委員 歡迎黃智陽委員 謝謝 繼續歡迎的是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副教授 鄭惠美委員 歡迎 以上所有的民審委員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邀請掌官會賓 由唱縱管貴賓 爹 爽腿同台下 講幾句話囉 接下來我們 以陸勤的掌聲 來歡迎 郭勇斯 哈密批我們的大家長 楊瑞祥 邀主委 來上台跟大家講幾句話囉 眾賞 花樣出品 陸勤掌聲 歡迎主委 好 謝謝我們 我們今天下個君君主持您 還有 憲聰 我們的評審老師 屯憲聰 我們 台北友 社會朋友 還有私民朋友 大家好 好 好 非常感謝剛才 熱情的 Candy Star 帶來這麼精采的 熱情的舞蹈跟歌曲 炒熱了 跟我們勤勉一勒 過場的氣氛 那今天呢 要非常感謝大家 抽空前來參與 這個不可思議的反通 那也要感謝 五位評審老師 全力的支援 我們今天的反通 那今天為什麼會有 這個不可思議 阿家的反通呢 主要是 因為 睽違十年的台灣設計展 今年在高雄 那我們 客委會呢 也不落 人後 也要參與 這樣的設計能量 所以我們在 都會區 客莊區 都各辦了 一場活動 在 今年的客棧區 客莊區那邊 是雁客設計展 在 上個禮拜呢 10月8號 已經在美濃客文館開幕展出 到11月6號 回洋 最親好朋友 可以到那邊去參觀 那在都會區 就是這個不可思議的 客家禮服設計賞 待會呢 我們會看到 全台青年的設計師 加入我們這次的 客家設計展 有18件 入選的作品 待會經過走秀以後 五位評審老師 以及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們都是評審之一喔 要幫五位老師呢 他們要選出最優的優勝作品 以及佳作 那現場所有的嘉賓 要幫我們做什麼樣的評審 幫我們評出最佳人氣獎 那你要怎麼評呢 你們的服務台一片 服務台那邊有貼紙 待會你可以去領 領了以後就可以 你覺得哪一件禮服 是你最喜歡的把它貼上這個標籤 就可以讓這件禮服 獲得最佳人氣獎 那這個禮服呢 今天的走秀結束以後 會在11月5號 我們在這個園區 會舉辦客家婚禮 那他們就會穿上 設計師設計的最新的禮服 來踏上紅毯 也希望所有 金比尼天寵所有的嘉賓 要給他們獻上祝福 也希望今天五位評審老師 把他們今天 待會走秀要經過看到 他設計的圖面 轉化成立體以後 他的材質 整體系 完整度 今天呈現的如何 還配合髮 或是身上的飾品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設計 也希望天寵所有的來賓 要不可以顧你 也希望今天的活動 可以圓滿 帶給大家 滿滿不一樣的設計意象 也感謝 我們的地下的偶像團體 還有天寵和按摩 青少年朋友們 來參與我們這樣的活動 最後祝福今天的活動 圓滿成功以外 也祝福所有的嘉賓 還有我們天寵的私人朋友 客家平安 我思宜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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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3號來 我會向天寵的簡單說明 他今天競賽的一個規則 那跟大家介紹呢 參與客家禮服決賽的青年設計師呢 都是從初選脫穎而出的佼佼者 那天寵的天寵的 身上做個禮服後 都會速攻走的 都是手工縫製而成 而我們今天參賽的設計師呢 今天也都來到了現場 我們也請我們設計師 跟大家揮揮揮手好嗎 歡迎熱情的掌聲 請給他們好嗎 泰卡恭喜 對 大家都辛苦了 那今天的局選呢 我們要從18件的作品 4版KK總評號 選出了優勝以及佳作 那另外呢 剛剛楊豬衛虎也有提到 我們現場的大家呢 都有機會可以投出我們的 最佳人氣獎 那再從泰卡再見到 說一哈 最佳人氣獎的票選方式 歸簡單 非常的簡單 在總秀結束後呢 參賽者還有模特兒 會走到台下 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互動做一個高流 那大家呢 如果覺得看到心目中 哇 歸咖伊 非常喜歡的禮服呢 就可以到服務台 來進行投票 那一人一票 那我們投票的時間呢 都下足夠吸掉 到下午的4點 所以歡迎大家把握機會 讓你的神聖的儀票 來投給你心目中 最喜歡的禮服 那另外呢 再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這次的競賽呢 總共評分 有分為五個項目來評分 第一個呢 是成品與原創的差異度 聽一第二個 是剪裁以及材質的使用 第三 第三 是創新性 第四個呢 就是作品的完整度 而第五就是設計的整體性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華麗的舞台 來交給美麗 以及帥氣的模特兒囉 那我們現在宣布 不可思議 客家禮服設計上 正式開始 真是愧是